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放松休息的时间 所以接下来请大家慢慢轻轻地合上双眼 请大家轻轻柔柔地闭上眼睛 眼睛尾盏 上下眼皮轻轻地碰出 睫毛轻轻地想出 感觉好像我们晚上快要入睡的时候 那么轻松 舒服 没有用力 压眼珠 或者眼皮 轻松地 闭起来 轻松地闭起来 轻松地闭起来就可以 我们现在暂时没有用到肉眼来看任何画面 我们完全都是用心体会的 然后今天我们来静坐之前 先来复买一下 先来复习一下 如果我们要做到跑开一些的话 如果我们要做到跑开一些的话 因为如果我们的身体能够完全放轻松的话 我们的心里也不会来执着身体的算通 我们的心就比较容易静定下来 所以我们就先从身体开始调整 我们舒舒服服地做就可以 现在我们都没有担心 桌子好不好看装不装眼 都不担心 现在我们先以轻松 拾摆为主 拾摆字 是有三个层面的意思 也就是有轻松 有轻松 舒服 有觉知 正念 有轻松 舒服 有慢慢来 还有简简单单的意思在里面 所以当我们静静 所以当我们静坐的时候 然后我们感到放轻松 我们也不怕慢 我们都没有急着要把心定在哪里都没有啊 先失败 我们也感觉静坐 如果是很简单 也就好比我们正在 坐着休息 坐着休息一样 失败 失败的坐 所以要担盘 散盘 或者坐椅子 都可以 就看自己 就看自己的身体状况 如果今天 感觉 盘腿静坐 这样很好 感觉轻松 舒服 而能维持 觉知正念 我们就这样担盘 我们就这样担盘 有的人 想散盘 希望 我们能够让脚步 轻松一下 散盘 也可以 或者有的人 可能感觉 感觉 今天 脚步的 筋 比较僵硬 想让脚步 更轻松 我们也可以坐椅子 没有关系 只要我们坐下去了 没有勉强的感觉 也不需要忍耐的 这样就可以 调整身体 很重要 它是我们进驻 的第一步 也是我们进驻 重要的一步 所以我们先从我们的身体 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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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风 哪里不舒服 我们现在 趁着这个时间 来的一步 来的一步 调整 调整 把他 分 轻松 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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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调整 从我们的头部 的头部 开始观察 耳朵分松 眉头也跟着分轻松 眉间的肌肉也分轻松 我们没有皱着眉头打住 如果哪位有皱着眉头的话 当我们知道了就调整一下 把它放轻松 我们的双眼 也是自然的合起来 只是 สบายสบาย的 闭上眼睛而已 我们没有看到面前的画面 但是我们还是允许 一点点的光线进来 这个就是我们 张开轻轻的 合眼的意识 然后我们来 观察我们的比较 追不 离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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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分 轻松 进步 连车 肩膀 手臂 手温 手掌 十指 手指头 多完全 放轻松 胸部 腹部 背部 腰部 脚部 十指 脚指头 都 完全 放轻松 现在我们的身体感到轻飘飘的 舒服 舒服 的 现在我们都没有给自己任何压力 没有给自己什么要求 我们只是来做 我们只是来做 这休息 舒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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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怎么放 脚怎么放 脚怎么摆 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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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空 空 空 通 透 轻松 失败的感觉在里面 失败 失败的做 然后我们可以试着想一想 现在我们正在坐在宇宙的中央那里 走着都没有任何人事物 只有自己一个人正在天空这里 休息一下 坐在这里是属于我们自己的空间 所以我们可以把所有的负担 一些的关爱全部都可以放下来 很多人静坐的时候 心没办法 宁静就是因为常常去想到过去 或者想到未来 现在我们试试看呢 我们就把过去都忘掉了 现在自己都没有什么负担 没有什么责任 没有什么任务 所以也不需要担心未来 我们现在只是 失败 失败的做而已 身体放松 心中放下 然后我们就把我们的心 安放在舒服点那里 我们感觉哪里舒服就先放在那里 只要我们的心 只要我们感到没有勉强的 只要我们感到没有勉强的 就可以了 失败 失败的做 当我们的心安放在舒服点那里 感觉很舒服 感觉很舒服 也就好比我们把我们的头放在柔软的枕头一般 失败 失败的 很想把心一直宁静 定在这里 然后如果哪一位 很想意念到一个所缘 也可以 就意念到简简单单的所缘就可以 我们可以试试看意念到一颗亮亮的圆月 情不清楚都没有关系 这个月亮多大都没有问题 我们知道它是月亮 这样就可以了 把心安放在舒服点那里 月亮就在舒服点那里 失败 失败的 然后如果哪一位 还想默念 胜后也可以 我们可以在舒服点那里 轻松舒服的 默念 什么阿拉罕的声音 什么就是正确的意思 阿拉罕就是远离烦恼的意思 所以当我们默念的时候 感谢大家的听到 是正确准松松的 像音 是重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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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什么 让现在我们的心 感觉轻松 舒服 您静 轻松 舒服 那么接着就行 请大家各自练习一下 请不吝点赞 订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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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亏la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 宁静 轻松 舒服 接着我们一起来发持悲心 我们只要清醒地动念我们的心 心自然而然就会慢慢地扩张 扩大 能够笼罩着我们自己的身体 再扩张扩大 笼罩着我们整个家庭 再扩大到全世界 整个宇宙 无数无量的宇宙 然后我们就为一切众生发愿 那个众生正在受苦 我们就愿他们能够领普得了 那个众生正在快乐 我们也就愿他们更快乐 愿一切众生彼此相爱如同胞一样 我们也愿一切众生彼此相爱如同胞一样 我们也愿所有的战争 灾难 疫情 都早日消失 然后我们就为自己许愿 愿我们生生彼此相爱如同胞一样 生在佛化发生的戒停 有清净的身 口意 众生行善 一点恶业都不要去造 也愿我们 只教善友 没有就任何存有 愿离一切恶人 愿我们 色身材 潜材 能力材 圆满 方便修功德波罗尼 也愿我们 也愿我们 身体健康 长寿 智慧增长 早日征得 内在的发生 然后我们就 把今天所修功德 供养 给每一尊正等正觉佛陀 每一尊 辟子佛 每一尊 阿罗汉 供养 供养给我们 每一位 法身 法门 道士 有龙不祖师 拥抱他们 且有法圣 师父 赞老奶奶 等等恩师 我们也把今天 所修的功德 回向给我们 历代祖先 以及过世的亲戚朋友 我们的 要计划 也计划 就行 多吉 格子 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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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大家以最发喜的心 互相随喜功德 萨徒 今天大家有没有感到自己庆幸能够多活了一天 有没有这样想啊 有啊,很好很好 因为我们时间真的有限 大家有没有发现当我们小时候 你有什么愿望 可能只是想说 我想得到新的玩具 对吗,小时候 当你年纪大一点 你就想考试得到好的成绩 工作的时候就怎么样呢 我想得到很高的薪水 有好的家庭 对吗 但是当我们年纪慢慢大的时候 你感觉怎么样 我今天身体好好的就不错了 对吗 为什么我们需要这个身体啊 因为我们学习这个因果之律 我们知道,对吗 我们要生下来是为了修功德不容易 能够带走的 不是玩具 不是薪水 不是什么劫停都没有了 能够带到我们来是就是功德跟恶业了 所以大家一定要庆幸 所以大家一定要庆幸能够多活了一天 非常珍惜这个呼吸 能够跟我们讲过 种什么因就得什么果 所以如果大家种豆 会得 豆 种 芝麻 得 芝麻 好,我们今天就来继续看个案研究哦 大家还记得吗 我们上一次前天对吧 前天我们有谈到这位悠伯仪 八戒女 她患肺癌 她很喜欢打坐,很爱修行 但是你看呢 38岁而已就离开人世间了 我们前天讲到 当她往生之后呢 她的 世人生 她就看到很多天女来迎接她 然后呢 她的身体就变成天女 如果是一般人的话 看到自己成为天女 就开心的不得了了 但是她呢 是相反的 虽然开心 但是没有 开心到 到百分之百的 没有开心到满分 因为 她想说 她在世的时候啊 她牺牲 来自愿修功的波罗蜜 请修功的波罗蜜持清净的八戒 大家还记得吗 我们曾经讲过 当她父母亲生病的时候啊 她回家照顾父母亲 她还是持清净的八戒 因为她知道 她身为女生呢 就是因为前世啊 她有犯过第三条戒 所以她才很认真的持八戒 但是 当自己离开人世间的时候 却发现 我得到的这个天人生 不是天男 而是天女啊 所以就有一点失望 她就教导自己说 我还没有办法转视当天男的原因 主要的应该是 我还没有正入内在法身 大家还记得吗 她正入的就是光球 但是还没有正入内在法身 所以 所以 她就以欢喜的心经过随从 然后就要上天保车 如果是一般人啊 上天保车的时候啊 就直接怎么样呢 我去哪里 去哪里 去哪里玩吗 没有去哪里玩呢 就到大法身塔那里 去绕塔对吗 我们有学习过很多个案研究了 她也是一样去绕塔 但是很多人绕塔了 就直接 回 都率天特殊工德学 对吗 但是她就不一样了 她就在那里 专心静坐 在大法身塔那里 专心静坐 为什么 因为主要目标就是为了 正入内在法身 相当天难 相当天难 不是相当天女啊 那个时候呢 法身 慈悲 开示 来跟她 开示说 请她继续静坐 直到心静定下来 正入内在法身 然后如果 能够正入内在法身之后呢 就可以变成天难 那个时候 才可以回到多率天特殊工德学 然后这个很特别哦 我们继续看 她做得到做不到哦 她听到了就很发喜 她就想说 我一定要按照法身所讲的话 所建议的话去做 然后就 以感恩的心向法身顶礼 她做得到做不到 我们先讲她前世哦 为什么不把她讲完呢 我们讲她前世 就是她患癌症 心脏肥大 以及身为女性的原因 我们就要看她前世了 她前世呢 是身为一个男生 她生在一个 家境中等的家庭里面 那个时候呢 当她慢慢长大之后 她就找工作 什么工作 对我来说最好的 她选择的就是当军人 但是她生的那一生哦 不是跟国王 跟初阶的国王 同一生 听得懂吗 不是同一生 她也不是跟团体 住在同一个国家 她选择的理想工作 就是当军人 那个时候呢 她想说 当军人很庄严 当军人也可以保护国家 她愿意牺牲 保护国家 她就这样想 所以呢 她就练习 所有的武器 都很熟练啊 就是因为 她熟练使用武器的关系 所以当她去打仗的时候呢 她一旦出手 一旦用各种武器 无论是刀 剑 或者毛 每一次都 可以吃到 对方的 有些时候呢 吃到他们的 心脏 有些时候 吃到他们的肺脏 有些时候 吃到他们的脖子 所以你们应该知道了 为什么她肺部 心脏 得到有问题 对吗 还有脖子 就是说 要抽痰 当她 打仗很厉害的时候呢 所以她就可以升官 那个时候有钱又有权 当然会吸引很多女生 很多女生喜欢她 那当她看到这些女生 她怎么样 有没有拒绝 有没有拒绝 明天再继续听啊 今晚了 祝福大家 祝福大家 身心愉快 生命光明 早日正得 内在法身 祝福大家 晚安 明晚见